我们这个病是剥夺我们的呼吸能力 说话能力 吞咽能力 完全的行动能力 思维是完全轻易的 所以有时候我说 它比植物人更残忧就在这儿 有些专家老告诉我 让我好好地调理 修养 我都不听 我愿意应该加速死亡 我再无我的生命价值是 我还能创造的时间 在一开始里面就会搞 估计我根本是一个大约互联网企业的高管 当然我也是做了四家创业公司 现在工作的身份 觉得我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决诊患者 但是工作的是一个抗争者 刚开始确诊的时候 确诊是人难以接受 怎么形容吧 就是五雷红顶吧 整个天空都是灰暗的 以至于自己呢 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内 无法正常睡眠 我后来也曾经说过一些话 我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不存在感同身受 因为你得任何病 哪怕就面对死亡 至少在死亡之前 你还能够呼吸吧 要么你就死去 我们这个病是剥夺我们的呼吸能力 说话能力 吐厌能力 完全的行动能力 思维是完全轻易的 所以有时候我说 它比植物人更惨恐就在这儿 举个例子 比如说任何一个人想去上洗手间 可能大家没觉得困难 但是我都需要把每一个动作 把它转化成语言 然后语言再转化成 我的助理的思维 转让它的行动 然后一个又一个笨笨 着德的去陪伴我的生活 真的还好 关键你要不能说话怎么办 就没有办法去智慧别人 就觉得看着吧 达不到我想要的一个动作 我也很无奈 但是你要去纠正这个事情 你要说好几句话 就是说得更累 就只能无奈地接纳 张先生 张先生 我爷爷五十多岁去世了 我父亲四十七岁去世了 我这四十六头面对生死 那你说公平吗 没有考虑过真的 没有考虑过 因为觉得可能都是一个辛苦的命吧 我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是平等的 就是面对死亡 每个人都会死亡 不管你多么优秀 多么富有 可能一般人还有四十年 但有些人可能只有四年 有些人可能只有一年 你害怕吗 没有十年害怕 没有一点十年害怕 就像这几天我那个 有发生多次枪壳 枪壳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枪壳的时候能够轻松地去应对枪壳 把这些呼吸道的衣物能抢出来 现在就是咳不出来 其实每次抢口都面对着窒息的风险 说白了就是在死亡的变形上 我的顶级专家老告诉我 让我好好地调理修养 我都不听 我愿意应该加速死亡 是因为我觉得到最后的时候 全身不能弄24号时 六七个阿姨照顾着我 我觉得这社会没有意义 是拖累 我在乎我的生命价值是 我还能创造的时间 比如说我能活十年 我最后躺了三年四年 那三年四年对我来说我宁可不要 你从十岁开始 你的人生追求就是忍耐痛苦 甚至是压抑自己的本性需求 去追求更加高远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在十岁的时候 都已经形成了人生价值观 从小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换爸爸 这个爸爸比别人爸爸严厉多了 这么严厉对待我们 我们从来不看正眼看他一眼 我从十岁开始就是 四五也弄起来 跑步练拳 背影语 学习 我父亲就是政治哥 每天一日三餐就是讲道理 生活是给我们的不容易 这么艰难 要想过上好生活 只有努力奋斗 我一起玩爸爸就是打我 别人玩是别人有资格玩 你没有资格玩 因为这个别人比你聪明 你要奔奖先费 要比别人服务更多 虽然即使我考第一 我从来没认为我是聪明的 我只是吃苦的 我理解这种爱是一种严厉的父爱 观望之下出孝子之类的 反对孩子就是非常严厉 我是天大的 并且借着这种理念 去努力按照父母的要求 期望去做 我其实从中学的时候 也是挺有追求梦想的 梦想成为一个科学家 但后来九十年代财经社 加上我父母就是在财经口 就报了财经大学 但你知道我很痛苦 痛苦了三四年的时间 找不到人生方向 我觉得这辈子还了 现在是做不了 最终我怎么做选择呢 我选择我的责任是什么 是不是首先第一步 严家糊口 满足基本生活 要生存 在家里出现意外的时候 你能够承担起来 其实人在几岁的时候 就有自尊心 奉命了 你怎么救他 很多人不知道 我父亲当时提示的时候 其实是有救的 就没有钱 可以做肝抑制 是啊 几十万 一家里的收入 一个 一年就几千块 我父亲的工作 一个月两百多块钱 我妈也两百多块钱 几十万你告诉我 怎么逃 没有 因为家人一起做决定 就选择死亡嘛 你什么感受 你会不会自责 我就没有努力 我会 所以我避免自责 包括我从体制内出来 跟着这些接触到韩国的管理者工作 当时的理念也是充足的 当然我也在基层嘛 我说这些韩国的企业家们 怎么每天都不走呢 十点都不下班 而且早上我们是八点钟上班 但我肯定七点多赶到 他们它永远比我早 后来他们还嫌我来得晚了 刚才我也不理解 我说这咋有生活啊 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们也有多次冲突之间的对话 才跟我讲 如果说你要放松轻松 别人努力 你企业就会倒闭 只有拼搏 我们才有生存之路 这些话都映在我的脑子里 某种我就接打了 后来我就在财务这个领域一做 就做了十几年 甚至也取得了行业内的 跟邻居的一些角色 像我在2014年集团 在美国上市 应该也实验了工作成就 乃至财务的部分都有 但是我一直都不喜欢财务 就是努力 就是责任感 没有选择 我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收入 甚至忍受更多痛苦 和劳累去做一个又一个创业 其实也是为了实验更多的胜利 就是更多实验生的成就 和所谓的心理上的自我实现 你说面对绝症 简直你还有几年 你该怎么选择 其实当时我也在想 咱们找个风景秀美的地方 就有全世界 都带几个身边照顾我的人 说不定多活几年 这是大距离事件 对不对 但最终我想了 如果你人生还有40年 和你人生还有4年 那选择会一样 那有些人说我不一样 但我经过认真的思考 这种选择应该是一样的 甚至是要更加拼搏 因为你的时间更少了 病了之后 我遇到了一个全世界 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去年12月份 新冠感染 三九度多 我在办公室 看了一整天了 大级厨医到厨医 都在办公室 都不在家 每天我们病友都在去世 我不舍得花时间休息 至于伤害身体 但是我觉得值得 因为我每天做的事情 就实际上我加速了 中国电动症药物研发 20到50倍 那咱又不要说多少倍了 如果说我每天工作的时间 和奋斗 能够达到常人的 比如说两倍到三倍 那我的生命不就延长了吗 那我虽然力量很弱小 但我想为这个事情 做点拼搏创新的事 那人活着为了啥 只吃吗 睡吗 然后我繁衍吗 我不这么看 那生物的本性 人为什么不可以有 更高远的一些追求呢 就像周恩来说的 为中华人的崛起而读书 他为了自己吃饭而读书吗 不是的 我的身体 顶多一两年 就可能难以工作了 在我还能落奋战的同时 我要做好节奔的准备 然后准备写书 紧接着呢 成立慈善印度 就是号召大家一起来 捐研一致 可能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都是为生活的事情做准备 现在来看 幸亏是去年三月份 开始启动这本书 要不然现在写 就不可能完成了 就仅仅在最后教考的过程中 把我腰都累得快断了 因为我手势不能打字 但每句话都要从我这里说出来 不能错 所以我都拿脚 买了一个脚控的键盘 脚控的鼠标网 然后拿着脚斜着身子就这样踩 你一天踩几万次 你试试 不是说让大家主要去观众健康症 可怜可怜我们 但观众我们不是这样 我更多的是希望 我这场经历这场抗争 能够给别人一些政策能量 我过去这几十年 说句实在话 我自我感觉也是过得不够快乐 也不够轻松 但也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我的选择就是这样 对于儿子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觉得亏欠他吗 有些人都会觉得亏欠孩子 我觉得这没有 我实际上父亲又去世了 我也没有觉得父亲亏欠过 所以我觉得呢 第一个呢 我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个 良好的生活环境 那我就能给他树立一个精神榜样 我觉得对孩子没有亏欠 也做了我应该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